欢迎收看2012年8月27号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淑芬 台北市长郝龙斌热情呼吁 让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 而现在呢又有金元的南部受灾户 他是想要选总统吗 而现在蓝营的终身带 是不是浮现了接班的焦虑 另外呢陆克来台每天人数是增加为五千人 对台湾的GDP有多少帮助 这两个议题在今天为您邀请到 旺报社长黄庆龙 欢迎社长 是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现在看上一届的台北市长 选举好了 那么好龙斌呢跟苏贞昌交手 当时候呢好龙斌是以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五的得票率 赢了苏贞昌将近有十二个百分点 那么在昨天晚上呢 两人又在台北市的士林 一场普渡餐会上碰面了 好苏两人呢是前后相差了三分钟同台 苏贞昌还说没有跟好龙斌见到面 真的好可惜 还肯定了好市长对司法人权的重视 好龙斌呢最近是动作频频 是要选二零一六年的总统吗 好苏两人有没有可能在 同场打选战呢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晚上 两人的隔空对话 好可惜 我本来还想当面跟他谢谢 同一个普渡场合 前后三分钟擦肩而过 名将主席苏贞昌直呼好可惜 两年前苏贞昌好龙斌 台北市长支站棋逢敌手 但随着好龙斌抛出赞同扁 保外就医的议题 好苏两人居然意怀 汇出政坛交集 好市长还支持司法人权的事 可惜因为我行程很赶今天好日子 跑好多地方刚才没有碰上 巧合的是好龙斌最近话题不断 从亲王言论取得党内先发权 在紧抓台风时事 送台北市赈灾捐款进屏东台东双灾区 好龙斌动向首次让蓝绿都瞩目 我希望外界不要做太多的政治解读 这是台北市过去一向以来 一直做的一件事情 台北市相对资源比较好 好市长能够很快的来表现台北市的爱心 这值得敬佩 跑脱跑到脸上的汉低个不停 还累到用拔罐来抒压 好市长的政坛下一步越跨越大步 对比组长民进党的苏主席 2016呼声不绝于耳 好市长在南岛还有下一站 似乎各有盘算 好市长是各自有盘算 尤其最近南部风灾 好我们一直到动作 前天援助屏东受灾的四乡镇 每户发放了三千到五千块钱的救助金 那么昨天又打了电话给台东县长黄建廷 说要比照屏东县的模式 提供给台东的大五跟绿岛 两个乡镇的受灾户 好我看到台北市去晶圆的屏东跟台东 外界说这是总统级的援助 社长怎么看待好龙斌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是我想八月份台湾这个不断有台风来 那么也可以说揪住了大家的心 那除了这个天气上的一些这个挑战 这个跟这个冲撞之外 那么在政坛上我想这个话题也是不断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好龙斌 台北市长好龙斌 那么他之前就表态是主张应该给予 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那么而且他选的地点时间也都很特殊 是在为了言论自由而自焚了 郑南荣的一个纪念的场所 那当然最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表态 说这个挺陈水扁的一个 所谓的司法人权的问题 那好龙斌有一番说辞 当然当然外界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猜测 尤其是认为说这是为了总统大选 为了2016年总统大选 其实外界这样的猜测 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第一个从台湾 从中华民国来讲的话 中华民国总统民选以来 到目前为止 1996 2000 2004到2008年 当选总统的都当过台北市长 而且其中马 李登辉当过台北市长 那么其中马跟这个扁 都是当完台北市长了 之后就当总统 如果从这个 你要来用这样的一个 统计数字上的归纳的话 那么现在郝龙斌 是第二任的任期 快要结束了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样的想法 其实也不过就是根据 这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传统来进行 那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么他挑这个 以陈水扁的这个保安 就医的这个权益 来作为一个诉求 这一点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郝龙斌的确 因为他这一点 刚刚我们看到 他跟这个苏贞昌之间 两个人的互动 苏贞昌说 要跟他当面致谢 其实他这个动作 对苏贞昌的打击 其实蛮大的 因为苏贞昌是民进党内的 头面重要人物 对于陈水扁的 这个不管是 保安就医 或者是特色的一个表态 最晚的一个 他是拖了最久的 拖到已经一些 绿营的一些 胜绿人开始 对他不满的时候 只有才签下了一个 签署了这个东西 相反的 郝龙斌是来领 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 最早表态的一个 那当然大家会猜测 就是说 郝龙斌可能真的是 就像他所讲的 他认为你让一个 当过八年的总统的人 关在牢里头 身体健康 心理的状态 不是很好 尤其是 这种 只能坐在地上吃饭 趴在地上写字 这个其实是有点 就是说过头了 过头了 这样子 我想连台湾知名的 当然跟陈水扁竞选过 台北市长的 赵浩康先生 都在他的报纸的专栏上 也认为来呼吁说 这个的确 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对总统这个职位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 当然当然也认为说 紫水扁 他有他最有应得的地方 但是这个跟你保语 他的一个基本的 必要的一些这种权益 好像是可以分开的 好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 郝龙斌跟苏贞昌的 昨天这个场合 那么当然苏贞昌 也是有志于 这个2016年的大选 那么两个人在 这个五都选举的时候 已经台北市长的部分 先交手过一次 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郝龙斌是 以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来这个胜选 那么这个时候 郝龙斌提出 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的话 我想有几个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如果要讲说 他没有为2016来一个铺陈的话 我想谁都不会相信 但是你们各位 有没有发现到一点 就是说尽管大家知道 这是个政治动作 但郝龙斌做出来 好像不会那么的有秀气的 我讲的秀气是 做秀的气味的感觉 因为郝龙斌 一向给人的感觉 不是一个很擅长 做政治秀的人 感觉上是一个比较 口齿 口条 各方面来讲 在政治人物算普通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那种能言善辩 等等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是一个部分 但相对来说 他的个人魅力 似乎好像也比较不凸显 也不凸显 但是选在这个时候出来 我们当然会看到一个 就是说目前蓝军 身处的环境 尤其是马一九总统 他的第二任 从今年开始以后 似乎这个起势头 是不太理想 目前不但说 政绩 没有得到一个好的评价 因为整个经济情势 各方面来说 国际的挑战都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点 最主要是 马一九的领导力 应该说是被强烈质疑的 那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第二任总统一向 他在说的 比较容易形成 搏压的现象 但是国民党 现在其实没有明显的说 一六年一定是谁来接班 我想不管是现在的副总统 吴丁尼 还是行政长陈冲 大家都不认为说一定是 这种情况下 像胡志强 这个郝龙斌的位置的人 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从政治的发展来讲 这应该还算 还蛮符合人性的吧 好 但是现在蓝营的中生代 是不是有一点焦虑的 你刚刚提到的 郝龙斌之外 这个胡志强 是不是有一些动作 朱立伦呢 是 那么胡志强 当然这个 我们最近看到他 我刚讲说 就跟台湾的最近 面临很多台风一样 最近这个国民党 蓝领的这个地方大诸侯 动作也不断 那么胡志强最主要是 他的副手 台中市的副市长 萧家琪 公开出来说 力挺胡志强 来选明年的 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么不但是萧家琪 事实上还包括 台中市的一些 跨党派的 或者是商界 政界的这样的声音 都传出来了 好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这个 这个胡市长 他已经公开表明 他支持马英九总统的 参选党主席 他已经表态了 那这个表态你说 我想也是他的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 胡市长他 这个过去 这个在台中 从政这么久 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他夫人过去发生了 车祸的等等 我想很多人如果说 有一天他说 我的政治生命 我的政治的生涯 就做到哪里为止 大家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是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得先看 国民党内整个的 发展的一个情况 何况过去几年 大家也知道 胡市长作为一个地方首长 或者作为党内的 中生代的这个要员 坦白说他跟中央也好 跟马总统也好 我们都知道互动情况 不是太理想 地方政府的一些 举债的权限问题 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或者解决 那中间还有卡到了一些 包括之前有一波传出 这个胡市长 是不是要来接总统 和秘书长 然后又是被谁打压 等等这些情况 我们当然都知道 胡志强是一个非常周延 那么他的这个 各方面的来讲的话 力量也好 能力也好 都很周全的 所以今天 由他的副市长 公开出来表态 请他选这个市长 可能性选党主席 这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他的团队都强烈主张 但是胡市长不要 就是他公开出来说的 说这个他挺马总统 当这个选 连任党主席 但是底下人觉得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出来讲话 这也是一种可能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那可能就是说 会不会是唱双簧呢 这大家也会来问 问题重点是 因为明年的七八月 是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 那没有错 现在的党中央 是由这个因为党 整个党的这个机器 应该说了 是由党职 是由这个 现在的这个执政权的一方 来掌握的 那在我来看 胡志强会不会真的出来 以及就算他真的出来选的话 的胜算如何 这都在未定之天 那么但是呢 光是有这些动作 就所有再一次的说明的一点 就是说 国民党目前的整个的 这个中央的领导的 这样的一个威信 一个领导力 一个这种民意的反应 应该来说 大有被检讨的地方 好 我们刚提到的 这个郝龙斌动作频繁 那么另外呢 这个胡志强 是透过他的副市长的出面 来表态 那另外一个中生代 朱立伦呢 他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急呢 朱立伦急不急 我们不知道 不过他肯定要比 其他两个人更笃定 因为最近有陆陆续续 从几个月前的一个民调 这最近也有一个公开的民调显示 这个如果说要选2016年的总统的话 那么在来宁的人选里头 朱立伦还是最高的 我的如果没记错 大概有三成四 看好或者是支持他 郝龙斌大概是15% 那其他的人就更低 就更低 这说明 这说明就是说 朱立伦在这个作为 2016年的可能的一个 这个接班人选 他还是有很好的条件 那么特别是他在行政系统 他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在党的这个部分 他当过我们党的副主席 应该说年纪也比较轻 相对来讲 而且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他目前为止 应该是处于一个 比较主动的位置 不过朱立伦 不过因为他上次的危机 这个解密的里头的一些 接受美国的学者的访问 一些密心被揭露出来 朱立伦花了很大的功夫 重新恢复跟马团队 马政府 马周边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目前看起来 朱立伦会持续保持低调 保持低调 那当然你低调也好 高调也好 这里面的关键是在哪里的 还是要看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2014年的七合一的 这个地方选举 那么七合一地方选举 之所以关键是因为 七合一选举目前很多人 并不那么看好国民党 那如果说选得不好 选得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对于马英九 最后两年的一个 执政的一种信任基础 其实包括在党内 都会受到动摇 都会受到动摇 好 那但是又跟另外一个问题 牵扯在一起 因为今天不管胡志强也好 不管朱立伦也好 不管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好龙斌也好 他们都有可能在 尤其是胡志强跟好龙斌 好龙斌是市长即将要到任 胡志强因为台中市 他在之前两任 加上这个改制之后的一任 他也做了十几年 当然法律上 他可以再选一任 但他岂可能也不选 那两个人会不会因此就入阁 甚至包括朱立伦 也没有可能入阁 当然以他们的分量 如果入阁的话 那位置会是很重要的阁 行政院长 至少是副院长 或者最大的部会的首长 好 那这里面就要去考量 就是说 如果三个人都入阁 那国民党在现在掌握的三都 全部要用新人来打 那这个对胜算 也没有把握 那换言之 这样的一个 14年的 这个七合一选举的动态 势必要跟下一波的 这个格魁 内阁的高层人士 结合在一起 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一定是希望 七合一选举要打赢 那要打赢的话 这些善战的这个诸侯 一定要留在原位 所以我相信 他会有他的一个 比较有主动性的一个考量 但是从这几个地方 诸侯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看的考量角度 可能不太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14年的总统选举 跟下一个 14年的七合一选举 以及下一个 这个行政院的 这个团队的一个组成 那么会牵动到 这三位重要的 这个蓝颖的诸侯 那么以及跟接下来的 这个马英九的关系 你不妨把目前的这一些 最近的这些动作 可以跟14年这个情况 连结在一起来思考 好 四年后选总统 但是呢 看看现在 好龙斌他动作 其实还蛮多的 那么很多人呢 就把他跟苏贞昌 来相提并论 可能呢 四年后两个人是 有可能是交手的 盛长你怎么看待 这可能性当然存在 可能性当然存在 那么首先当然两个人 都要先争取 党内的这个提名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苏贞昌的对手 就是蔡英文 但是苏贞昌 当然他其实 他的真正的 能不能在16年 这个代表民进党 来选总统 关键也是在14年的 七合一选举 是不是打得漂亮 如果打得漂亮的话 那么他的机会 就比较大 那对好龙斌来讲的话 我刚讲 他现在最大的依靠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过去几任的 民选总统 都是台北市长出来的 他现在站在这个 有利的位置 那么我想以赫龙斌的背景 以他的色彩 以他这个对选举的了解 他最近这些动作 被认为说 是要拓展中间的这个选票 那当然是因为认为说 如果他有一天 要出来的话 代表国民党出来 那么蓝领的票 还是没有问题 他要往中间去靠 我想这是 当然一个考虑的 好 台湾未来 是由谁来领导呢 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 其实占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持续要来看到 是台湾的经济了 现在陆客来台 年底渴望增加为 每天5000人 这是为了要拉抬 台湾的GDP 多一点陆客消费 真的是可以拉高GDP吗 等一下总编辑时间 我们继续点评